今年暑假CBA的選秀會 胡龍帽獲得福建的青睞 即將踏上籃球路的全新階段 比較可惜的是 海峽被三場他都不會上陣 球迷無緣看到他和新隊友的配合 交手上季SBO的冠亞軍 台啤芙圓 在三場都應該是不會打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就是 剛從伊朗回來 身體其實滿滿疲累的 因為在伊朗其實你飛行 加上打比賽 那也有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跟我福建的隊友 就是做磨合了 所以變得說 其實如果現在要上場比賽 那肯定不會有好的表現 所以可能就跟教練有討論好 所以說那這次就是 先不上場的 胡龍帽在海峽杯 只能做必勝關 但總教練張德貴 對他可是充滿期待 希望Karen可以補上風險人手 不過前提是得先適應轉型 小前鋒 我帶你這邊是打4號杯 但4號杯在大陸 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身高坦 我來的時候還是要把他們慢慢打 好壞拉的話 還升級在前鋒 但是現在競爭也是比較激烈 機會給你了 就看你自己掌握 一直在這次熊獅杯 亞洲杯的時候 嚴格其實一直都把我擺在3號的位置 那我其實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很熟悉 說到底該做什麼 要打什麼 我可能都花一個小時時間 多投個100 或多投個500顆 讓自己就是出手次數更多 讓自己身體的肌肉 去更熟悉投籃的動作 當然自己會很努力 去把這個位置 然後讓自己做到最好 就是做一個秤值的3號 前進CBA 有不少挑戰等著胡龍帽 但他自信能夠一一克服 加上有學長陳世傑作伴 菜鳥球技 不怕孤單 有學長在其實幫助我很多 然後當然因為福建跟台灣 其實氣候啊 文化都還蠻像的 他說其實就不太會有隔閡 不論廠商還是廠外 胡龍帽表示自己都準備好了 就等兵役問題解決 在CBA的舞台學習謀練